王毓民 謝謝書直 我就是 立場很清楚的 我是反對這個TSA的 一看到這個題目 我又有點猛爭 全港性系統評估 檢討 因為你讀的時候 全港性 然後停一停 系統 對著咪 那你全港系統評估就可以了 有全港性系統評估 有全港性 然後系統評估 即是句鬥不清楚都有誤解 不過這個都是小事 找你來講的 現在最新的發展 就是教育局邀請了50間小學 參加這個小三TSA試行方案 在3月14日 答覆限期 只有30多間學校 答覆應邀和自願參與 部分 莫邀的小學 表明拒絕參與 搞你幹什麼 是不是 搞你幹什麼 還有 你看回教育局 在10月份 為了回應公眾對這個系統評估的關注 就成立了一個委員會 然後最後那個結論就是 肯定系統評估的設立 原意 價值認同系統評估提供的資料 具有回饋 學 與教的功能 這跟政府立場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又用來檢討來幹什麼呢 你先做一個委員會來幹什麼 是不是 我真的不太明白 另外 另外委員會就試卷和題目 在設計方面 主要的建議 在附件一那裏有 小三中文就要寫實用文 英文要速讀速寫 數學要懂得答關聯題 我們現在在動議辯論那裏說 政府要透過這個TSA 訂定一個全港中英數水平標準 要學校在最短的時間去培養最多的 優勢產業的發展所需要的人才 這些標準基本上 如果你問我 是變態的 教育局是不在乎這些學生的學習興趣 是不是 他就是要做這些數據 是不是 我想問一下 就是 推行了十年 是不是 教育局對於香港學生的中英數能力 有什麼結論呢 你有沒有告訴我 你收集了十年的數據 你怎麼去檢討和改良全香港中英數教學 是不是 這個系統 2000年發表的中新學習全人發展的報告書 到現在 交換推行 十年 沒錯 局長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你不要猶花園 你不要猶花園 這個很好的問題 剩下十年的數據 你怎麼用 黃議員的問題 其實國王從2004年小三開始 我們每年是看著那個達標率 以及入面不同能力的發展 一方面我們看到整體能力 無論在中英數 都是有進步的 但是呢 就著個別的能力 我們看到 都會有些起跌 於是我們在我們的支援措施裡面 例如老師培訓 或者校本支援 或者是我們的教材提供 都會就著那方面去加強 謝謝 答不到我這個問題 主席 很清楚 是不是 我的問題是很清楚的 你怎麼都拿了十年的數據 你每年都會有些數據 是不是 中英數 中小學 那你怎麼檢討和改良 因為你收到這些數據了 你怎麼檢討和改良 全香港的中英數教學呢 是不是 你這個評估 我覺得就是塗添 教職員和學生的壓力 但是就不見得對 中小學生的那個中英數能力 有什麼比喻 所以我覺得你還是要 拿一個數據出來看看 是不是 就是有調查研究的問題 好 給局長回答 李施掌 是 多謝王議員的問題 我們其實就著我們的支援措施 例如校本支援 例如教師培訓 我們每一個項目 都有一個 我們叫做評鑑的 就是會看下那些支援措施 到不到位 例如 在小學方面 我們每年有三百多間學校 去接受我們校本支援 二百多間 都有就著那個評估掃養 是我們要求的支援 我們也是有正面的學校的回應 多謝 張超雄